台灣哪些地方不適合開發 開發會容易造成吐司流呢 開發會有危險的 那就是陡坡地跟吐司流危險地區 一般來講我們說有三條的地形界線 可以當作參考 一個就是水流線 第三個叫突破線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我是狼祖雲 好像在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很少聽到吐司流這三個字 這是一種天然的災害 還是人為的災害 這個容我們討論 可是這樣的一個名詞 為什麼只會出現在近十年呢 而且現在只要一個颱風 或是一場大雨 就會造成吐司的鬆動 有些地方就要開始撤村 然後我們也要開始準備一些因應的策略 大家現在聽到吐司流色變 這吐司流是人為還是天災 我們今天一起來討論一下 同時也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吐司也會流淚 介紹我們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歡迎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隊 以太空之名 轉舊地球 我們是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隊 YA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是四位好朋友 熱性溫和的鄭永倫喜歡參加志工活動 火魄幻象的朱恩平因為熱愛大自然 而對環保有了興趣 喜愛觀測天文的李芝瑩 希望大家能對萬物保持尊敬的心 就讀物理研究所的石恩 也有自己一套做環保的方式喔 好 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 以你們來講 你們小的時候有聽過 是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聽到吐司流這三個字 以前到現在 每當颱風的時候都會聽到吐司流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也不記得 對 那至於你對吐司流的感覺是如何 因為我印象中是 好像南投跟高雄都比較常有在一起 那這個恩平呢 我家住那個新竹 然後就是每次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五峰鄉都常常會有吐司流 然後就看了就很可怕 然後就擔心等等 我們家附近的那個河流 是不是也會滿滿的都是吐司流 好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討論一下 是不是每一條溪流都會有吐司流的這種疑慮呢 那這樣每次住在西邊的人 大家都好緊張喔 好 今天我們特別要請到這位專家 他可以說是呢 我們國內的這個地質界的權威 也就是我們錢塔大的教授 歡迎我們的張石角張教授 你好 張石角曾多次參與重大風災 水災凍成的土石流 災後地形勘察 是台灣著名的地質界權威喔 好 我們今天就要開始來問問題了 我們藉由這些問題當中呢 這些操作當中我們更加了解土石流 好 那我們的遊戲規則很簡單 今天呢 只要的 不管各個單元裡面 只要能夠答對十題以上 就有機會讓我們現在 有點炎熱的狀況 變成藍天白雲的清爽 然後每答對一題有一分 在第一個單元裡面 有一秒鐘思考的時間 然後直接回答 當然 如果你覺得等分數不夠的話 可以盡量地問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是權威在現場 問到問題 如果問得好 就有機會加分喔 好 我們來進行第一個單元 據2013年農委會調查 台灣哪個縣市的土石流前市西流 數量最多 一 南投縣 二 花蓮縣 三 新北市 南投 有沒有 南投 好 請回答 一 南投縣 對 還是錯 答對了 好 至少討論這麼激烈 沒有錯 好的 高雄市賈仙區 在八八風災中受創嚴重 請問 該區目前累計雨量達到多少公里 就會發布土石流警戒 一 三百公里 二 四百五十公里 三 一百五十公里 三 五十公里 對 好 請作答 一 三百公里 一 三百公里 對 還是錯 答對了 答對了 好 我們現在就來請教專家 什麼是土石流淺勢溪流呢 是 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的溪流 而且經過政府調查公告 為淺勢溪流 才算淺勢溪流 那它需要什麼條件嗎 條件是政府調查的一個基準 那麼 因為土石是來自崩山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溪流上游有崩塌地 下游就可能有土石流 第二個 西床上面有很多的堆積物 很多的土石 那麼下游的時候 這個土石會被沖刷下來 也可能發生土石流 發定為淺勢溪流的 應該是具備有這兩個條件的溪流 好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問 台灣土石流發生頻率高的主要原因是 1. 地勢陡峭 2. 降與集中 3. 地質脆弱 4.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是 要急 請作答 4.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是 對 還是錯 答對了 剛剛我們講到這幾種原因 全部都存在 好 再下一題 土石流的發生和地質有關 以新北市為例 88%的土石流前世溪流 位於何種地質上 1. 沉積岩 2. 火層岩 3. 變質岩 請作答 1. 沉積岩 1. 沉積岩 對 還是錯 這很厲害耶 我們來請教一下專家 這個台灣的土質 是不是特別的脆弱 以及就是說 剛剛講到這個沉積岩 它是不是特別的危險 台灣有四分之三的土地 是山地 所以它第一個條件 它當然就是 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有點先天不良 對對 第二個 土石流必須要有土石 土石是來自山地 是來自崩山 鬆散的石頭 那麼崩山是坡度越躲流 越容易崩 那麼我們台灣 有差不多 100座以上的3000公尺的高峰 那可見相當的陀峭 是 所以地勢陀峭 是另外一個原因 那第三個台灣是 處在地震帶上面 常常有地震 那地震當然就會把地表的石頭 使它鬆散 鬆動 那麼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颱風豪雨 那麼颱風豪雨 其實是最主要的 好 我們繼續再往下文 項鍊哪一條公路 因為通過陳友蘭溪斷層 經常發生土石漏崩落 沖毀陸基之事 1.蘇花公路 2.新中橫公路 3.南橫公路 可是它是陳友蘭溪 新中橫公路 好 來請作答 3.南橫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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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還是錯呢 你去了中橫 中橫 好猛 來 下一題 下列哪個山區 2013年5月 連續兩日 降下超過400毫米的雨量 導致山區道路 遭土石流沖毀 1.浮山 2.雪山 3.阿里山 好 請作答 3.阿里山 3.阿里山 對還是錯 你怎麼這麼厲害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講了 事實上呢 常常我們都在講說 所謂的環保 會跟開發之間呢 產生很大的矛盾 那現在就要請問教授 就是說 我們這個山路的開發 山區的開發 會跟土石流有關係嗎 山區都是有坡度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有挖有艇 因此呢 難免就會破壞到原來的一個平衡 但是開這個道路 如果能夠預先看到哪些路段是有問題的 預先從工程上去想辦法來克服這個問題 開闢道路不一定是會有災害的 是 所以其實還是要經過事先非常仔細的勘察 對 然後要請專家來幫我們做這樣子的分析之後 然後可能地質不穩定的地方 我們就繞過去 像這樣子 所以呢 人為的部分還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道路 但是我們也要尊敬這個大自然本身 它應該有的條件 然後再來做不同的規劃 好 來我們再看下一題 土石流發生前 會出現以下哪種徵兆 一 河水異常清澈 二 山明 三 溪流水量突然增加 好請做答 二 山明 二 山明 對還是錯呢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台灣經歷哪一天災後 土石流的發生頻率 規模和受災程度均明顯增加 一 克勃風災 二 莫拉克風災 三 921大地震 你怎麼變錯了 好請做答 三 921大地震 對還是錯 對 這個土石流災還真的是跟921地震有關嗎 就是越來越多的狀況 這個地震可以引起三分 如果大地震的話 當然有比較大規模的大範圍的山體會受到地震的影響 所以當然大地震都會數了在發生之後的十年二十年來看規模 看地主的狀況 是 那麼它的土石流會有增加的距離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單元呢 各位同學你們拿到了七分耶 好厲害 我們有八題拿七分 但是就是看看你們還要不要加分囉 還要 還要 好 來誰來問問題 永倫 來 我想要請問一下專家 請問台灣哪些地方不適合開發 開發會容易造成土石流呢 開發會有危險的 那就是陡坡地跟土石流危險地區 那麼一般來講我們說有三條的地形界線啊 可以到處參考 那一個呢就是水流線 水流經過的地方剛才說河邊 那河就是一個水流線 那麼另外一條叫做山路線 就是山坡跟平原交界的這條線 就是山路線 第三個叫突坡線 三款下斗 這個線叫做突坡線 突坡線是崩塌容易發生的地方 所以你方是蓋在這個上面 下面垮了 你的基礎就垮了 所以這三條線 在地形圖上是很容易認識的 或就是大部分應該是安全的 教授講解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法令上的這個部分 不要違背之外呢 當然還有呢 科學上的根據 我們也要來參考 好 這個問題算問的好不好 好 給分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土石流對台灣的一些傷害 接下來是影片題 我們的題目跟影片都在這裡面 然後呢等一下回來之後 有十秒鐘的思考跟考慮的方式 你們可以討論 然後呢用手寫板把它寫下來 一題有兩分 答案就在影片裡 一起來看一下 一個八八水災面目前非 對照2009年 八八風災前的照片 屏東來異鄉居民十分感嘆 前有小河後有山坡的美景 卻因為雨河爭地 長崎向來 成了土石流釀災的地方 以這個村莊來講 後面有很陡的山坡 會有土石流 會有分塔 前面有一個被 被迫轉彎的一個河道 這個都是未來在國土文化裡面 要做全盤整體考量的 地質不夠穩 後方山頭的土石流 且是溪 也隨時都能吞噬整個村莊 讓居民在不了解的情況下 與危機控處數的年頭而不自知 而且不只屏東來異鄉 高雄市小林村 沿著老農溪一帶的新發 新開 打來等重災山區聚落 也都同樣有著 位於土質鬆軟的河街平台 以及河水侵蝕 斷層通過的潛藏威脅 當大雨沖刷而下 災難就此發生 就這次上面的大量的崩塌 帶著土石下來的時候 土石流的直徑的這種特性 使得土石直接就正撞這個山坡 老師用三塊象徵農田的石頭 試著模擬解釋 為什麼大水和土石 無法乖乖順著河道走 非得要衝往道路邊坡 掏空陸基 但仔細研究陸基下的土石 這才發現原來不是水平液劑 而是大自然要收回 長期被人類霸占的東西 原本這些都是曾經走過的河川 放進去看來 每一層每一層 每一層都是曾經在這裡 經過的洪水 就是不斷地液劑 然後之後我們人進駐到這裡 所以在這個上面 在我們那個時候進駐的時候 說這邊是安全的 所以在這邊蓋了建築 但是他們忘了 很早很早以前 這裡全部都是河該走的地方 即使翻過中央山脈 來到東台灣的台東之本 也不例外 一直以為被大水沖走的房子 原來1973年 台東之本遭到那拉颱風侵襲 房子就被沖毀過一次 民眾選擇原地成建 沒想到這一次 大水讓災難又重演 我們現代人 沒有記起37年的教訓 37年前 當河川走過之後 那我們又繼續在那邊蓋房子 而且我們還築起了 比以前還大很多的堤防 對於呼籲我們台灣同胞 尊重自然 不要跟河川搶地 人類太貪心 談到連河水走的地都要搶 或許我們可以用主體房 挖河道等各種工程 暫時改變河道 照著人類希望的方向走 但一場風災再度證明了 水永遠會記得回家的路 原定無法勝天 該屬於大自然的 終究還是要還給大自然 好 我們現在來出問題 老農西流域的山區聚落 除了斷層通貨 也因為位於河種地形上 而增加土石榴風險 好 答案是河接地形 對還是錯 答對了 好 我們來看解答VCR 高雄市小林村 沿著老農西一帶的新發 新開 打來等 重災山區聚落 也都同樣有著 位於土質鬆軟的河接平台 好 河接平台 河接地形 好 答對了 來 我們再看下一集 影片中 位於合著的訪射 曾在1937年 在那拉颱風中毀 這個到底是 台東之本嗎 資本嗎 資本嗎 對嗎 資本 資本 好 答案是台東之本 對還是錯 答對了 答對了 來看解答 原來1973年 台東資本 遭到那拉颱風侵襲 房子就被船毀過一次 好 恭喜 這個單元裡面的四分都拿到了 還想加分嗎 要 還要 好 來 誰要問問題 好 來 我想請問教授 就是前世溪流的監測 對災害的預警 現在有什麼成效了嗎 台灣的土地的監控是沒有什麼效的 沒有效果 為什麼沒有什麼效呢 因為台灣的區域都很短 對 不像大陸或者是大面積土地的 這種大地形 山系是很短的 是 等於正確到又經過研判 然後又經過通知村民 這個土地就不要撈到過去了 所以呢 就是說 該要嚴格的地方要嚴格 就像我們說 發佈這件事情 發佈是不是要簽村 發佈是不是有土石流 他們的標準要再更嚴謹一點 才不會變成是浮暴的一個狀況 然後大家以後都不相信了 結果真正災害就來了 這個問題 您覺得要不要給分呢 嗯 給分 給分 好 好 分數很高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各位同學呢 在這一集裡面的物性高不高 台灣有各式各樣的自然美景 有不同的地形 有不同的豐富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在這當中呢 找到最安全的建築的方式 我們來操作一下 請你們給大家一些建議囉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去操作 一個土地的開發 土石流終結者 今天的始作題 邀請守護者們 伊水庫集水區 陡峭山坡地 集水道兩岸等 以下九個台灣自然地形中 找出六個應該要限制開發的地區 答對一題可得一分喔 好 計時開始 好 好多 好 沒問題 就先翻掉 應該是可以 海岸的話 我覺得不行開發 要每一彎那一彎 上去就不行 好 OK 他就除了這三個嗎 OK 他就除了這三個 OK 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來看看他們選出來的答案 同時我們邀請教授來幫我們看看 他們是不是正解 水庫集水區算對嗎 好 恭喜 這裡算是答對了 好 他們第二個選擇是海岸沙灘 對還是錯呢 也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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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算對就表示這中間的 是要說一點點說明了 法令上面應該是 呼籠體系開發起來錯 這個地方是屬於比較是法令限制的部分 好 他們再來選擇的是 湖泊的沿岸 對還是錯呢 我認為是對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 接下來他們選的是 是河川集水區 對 還是錯呢 給錯 對 整條所有河川的地方都不能蓋 所以你河土地都是屬於河川的集水區 是 所以不算 好 陡峭山坡地 那當然是對 當然是對的 教授今天一直在強調 陡峭的山坡地是不適合的 好 最後他們的一個選擇是 水道的兩岸 好 答對了 好 我們在這裡的分數大家都拿下來了 還不錯 然後這個答案都還蠻不錯的 教授都給了這個分數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 事實上它不是一個單一條件 對不對 這些我們只是選出來 它是比較特殊的 但其實事實上很難講 因為地質的問題 它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它可能摻雜了很多複雜的一些基礎在裡面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大家的分數 有沒有信心把握 讓我們變成藍天白雲 有 分數很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今天我們的上職天文 下職地理 對看起來實地滿堅強的 我們就來看看分數 能不能變成藍天白雲 請看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六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九個燈 好 超過十個了 十一 十二個燈 十三 十四 十五 還有沒有 十六 再來 十七 很高分 還有沒有 十八 快要破表了 還有沒有 十八分 幾乎要滿分了 我們也請現場以及電視界的朋友 一起來感受一下 我們現在感覺上是藍天白雲這樣的清爽 我們又還給我們現在攝影棚 還給我們地球一個公道 今天的上職天文下職地理隊 在三個單元得到十六分 再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得到十八個分 成功扭轉天色 並進入榮譽榜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那我們製政單位呢 也要製政各位環保的鋪滿 請各位到這邊來 我們要請我們的張教授 來為我們頒贈 來 請 好 希望大家把守下來的 可以 守下來的這一些呢 這個 手電資源啊 這些費用把它存下來 存到這個鋪滿裡面 將來鋪滿存保了以後 還可以交給呢 致力於環保的單位或是機構 讓我們一起永續的來愛護地球 那當然啦各位朋友 如果你也想要參加我們的節目的話 四個人一對就可以來參加囉 可以是同學啦 機關團體 同事啦 家人啦 或是老師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參加 歡迎大家一起來 跟我們核心協力救地球 同時我們今天也要製政給四位呢 經典雜誌一年份 這裡面有許多真的是 天文地理的事情 讓你們可以更加的了解 天文跟地理啊 好 那我們也要謝謝張教授 今天給我們這麼精闢的解說 好 我們下次大家再一起來 核心協力救地球 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囉 拜拜